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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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第17次會 請秘書長先讀第16次會議紀錄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議員提到法定的任務 文字幕志愿者 专用到维护管理情形 无县长率工商理由处长陈昌伟 卫生局长刘建廷 消防局长许松玮等报告 对县内风景气势管理 及县内饭店卫生消防安检 等各项机查之标准及执行进行 讨论事项 一 宜安市都市计划内置公共设施保留地 用地开发及宜安核整体规划 以沿山同样公园办理情形大会结议 一 宜安市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 进行专案通盘检讨不必要 至公共设施保留地应与截边 如能有保留必要则 应就公园 立地 广场 体育 艺场及儿童 游乐等用地 也宜由县政府及土地所有权能 共同进行开发计划 加速开发期程做有效之利用 而县政府就宜安核整体开发 包括中上游圆山 晋山地区 中游圆山及圆山市阶级 下游状围沿海地区 这流域整合发展方向 应加速落实规划之行 促进地区永续发展 三 宜安河中山桥至宜安河间 原有规划50米宽之水道 滴水附岸及码头 应受污泥以及土石及杂草及燕茂 警线政府警速清理及富人 以利合一休闲观光之发展 四 圆山同岸公园工程加速兴建 骑程早日完成使用 二 本县海岸县侵蚀严重 如何做有效改善以维护自如的行车 专用道维护管理情形 大会接以 县政府就应依海岸管理法架构比本县海岸受侵蚀地区 高潜市地区 以及涉海岸防护区 完成防护计划 加强各项调查研究资料可参考 依据协调整合中央及地方 各权者机关积极办理 实际血统水利署第一核串及做好防汛整备工程 请县政府强化本县限流自行车到设施整备 维护安全规划及管理情形 三 对县内风景区域管理及县内换店 卫生消防安全等各项机材标准及指引情形 大会接以 请县政府依据宜然县风景游去区管理知事条例 及宜然县营业卫生管理知事条例 指规定 强化本县风景区域规划新建管理及兑换店 卫生消防安全等各项机材工作 优质舒适油漆空间及观光发展 并有效提升本县住宿品质 保障消费者权利 三维下午四十三十五分 以上 好 谢谢 大会对 高委员对这个第十六处会议输入 有意见吗 好 没准备 没准备早 现在进行环保局业务执行 现在进行环保局业务执行 那请相关人员类型 报告台 报告台 我們第一位我們請楊振成議員 大家好 主席 各位同仁 環保教 郭單位之冠 今天第一點來清告就是跟你們說 我們議員官最近來就經過科技部的探勘 議員縣隱藏量這個地肉很豐富 差不多佔全台20% 這個數目銷量大 差不多也有6,170萬瓣瓦 差不多兩兆核數的發電量 其實天大的財富啊 如果我們開發成功 依然成為憲庫 數字那個產油國家都能夠想到這個 租源的豐富的幸福 我們也同樣 所以我上次帶大會一直在請環保局 能夠加強配合科技部中油來做這個探勘的工作 要求對中央啊 對宜然縣經費加強補助啊 使這個探勘的工作 能夠再順利來執行啊 我們有這個經費才能夠協助 再來是希望能夠註定啊 能源開發住宿條例 因為能源一開發 啊 很多涉及到法律的問題啊 所以我們要地方要有這個住宿條例 我上次已經建立到 不知道環保局有沒有做這個 住宿條例的草案的準備 有沒有什麼時候要上議會來 同時要成立這個專著機構 就是產業發展能源公司啊 這個能源公司啊 在104年我們已經偏了1000萬在預算 在這籌備費用 今天我們這個能源公司 這次縣長總組織 輸送報告也提到這個能源公司 能源公司一般 我們當然要以這個股運有限公司 還是有限公司 公司組織型態來成立 但是在我們縣政府族行面環保局裡面 應該成立一個基金 這個基金就是營業循環基金 跟熱品市場一樣 所以我希望這個公司趕快收立 收立以後就定立這個基金啊 營業循環基金這個收支管理辦法 送給議會審議 然後再配這個預算 所以將來這個能源公司 到底規模要多大 資本油壓多大 組織型態組織成員 要以什麼方式 這個也請 等一下請局長 作為一個報告 第一個能源公司 這個組織型態的更進度 第二點就是能源開發自助條例 這個進度 這個請局長做一個報告 主席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早 謝謝楊議員對這個宜蘭 那個地熱能源開發的關心 那個楊議員提到三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探勘 那現在目前的探勘是都還延續在科技部 所擬定的這個國家能源科技計畫裡面的這個 這個地熱部分 這個部分的這個探勘 那事實上我們那個縣長 也很明確的表示 原來這個第二期的開發裡頭 那個設定這個兩億的這個經費而已 要做探勘的這個設定的這個天花板 我們覺得沒有道理 那最近一次的這個跟能源局的會議裡面 那個能源局的這個主辦機關同意 說後續的探勘不會再有天花板 希望後續能夠繼續編 然後我們希望說新政府能夠 對這個乾淨能源特別是宜蘭的地熱 來做這個積極的這個探勘 以便與民間知道資源在哪裡 能夠民間的這個資金跟技術能夠進來 那因為宜蘭有這樣子的資源 這個跟其他縣市最不同的地方是 我們的地熱其實都是在平地地區 這個取用或者是相關的這個蘇配電 相對要那個非常方便 所以國家也把宜蘭當作是地熱開發一個最首要的地區 所以因為這樣子我們也因應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縣政府已經擬了這個乾淨能源開發的自治條例 我們已經跟府內各單位做過三到五次 應該有五次的這個協調會議 我們現在的自治條例的草案已經簽公告當中 也就是說這個條文是先徵求民眾的意見 所以這個程序到這裡 那晚的時候我們會繼續開那個說明會 然後尋法制的程序 然後通過先入會議然後再送到議會來 我們預計希望能夠在這個下次的定期會之前 能夠完成前面的程序送進議會 那也謝謝議會的支持 事實上在去年的應該是到11月還是什麼的時候 有通過我們的保留的預算1000萬 作為籌措初期成立能源公司的經費 那我們現在目前對於這個公司的組織 先做這樣子的定調 就是說初期其實我們是來協助 線內的這個相關乾淨能源的這個那個開發或者是協助事項 那先不出期定定就前三年在沒有具體的這個那個利益之前 前三年呢不對外這個募款也就是說原來我們想說希望有這個現民的小額入股這件事情呢 我們會先放在第二階段 那這個公司目前其實我們也沒有用很大的這個資金規模 我們預計大概用200萬的這個資金規模先成立公司 然後先有一個主體那這個主體呢再來跟民間可能會進來的或者是可以發展的這個相關的乾淨能源 包括太陽能這個部分呢來先做這個初期的業務 那之後我們我想在這個基金預算在今年結束之後呢 送明年的這個年度預算的時候呢 這個公司所附屬的這個那個基金預算呢也就會一併編進來 那這個也謝謝議會的支持我們會希望說這個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這個現屬事業 那如果說地熱是我們的這個地熱是我們宜蘭得天獨厚的資源 那這個基金預算我想就比較能夠呢吸能夠為宜蘭的這個現庫呢 能夠多增加一些這個可行的收入以上報告 第一點喔我們現在預算也偏了資助條例也在草案啦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要有專著人才 現在不管說人才多少但是總要專著 然後隨著公司組織型態增資物來擴大 那現在你假如都是外行一般行政連連連連有的環保局的這些連連 這些沒有正規的訓練還是正規的專練 我想這樣推動都是主上談兵啦 我們每次推動這個大政策都會失敗 沒有時間拖累研究 我們現在一定要強化 一定塑訓這些那個推動公司組織型態這些連連 把那個當那個火車頭然後開始啟動 這一點不知道局長的看法怎麼樣請答我 謝謝喔 那個的確喔 這個能源這件事情呢 以往都是中央失誤啦 現在過去地方政府的確是沒有能源的業務 就算電啦或者是油啦 其實都是中央那個掌控在手裡頭 但是漸漸的這種乾淨能源會開始進到這個地方政府的小型電廠 或者小型的這個能源利用 那所以楊玉言講的沒有錯 事實上地方政府長期以來 根本沒有這一類型的直系 或者是沒有這一類型的人員 那所以其實現在我們目前初步做的事情 其實都還是只是在做這些比較是屬於行政性的工作 但是對於市場對於技術這個部分呢 我們初期還是會先借用這些那個學者 或是比較那個有經驗的專家 所以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們來征詢的這些對象 跟這個那個知識的來源 都還是中央長期以來不管是能源局工研院或者是學界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的確是像楊玉言講的 我們那個能源業務上面的急需人才 那這樣子的人才如果我們真的有具體的這個業務 或者是具體的工作範疇 或者是簡單講有具體的小型電廠出現的時候 我們真的就需要從那個公司組織裡頭去聘請這個真正有專長的人 進來做專案上面的這個負責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隨時留意 那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也就是說非核家園這個這個時代呢 其實說實在能源的項目的確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也許可能我們今年應該還好 但是明年呢這個其他的電廠陸續除疫的時候呢 這個能源的調度呢也就會變成很重要的這個 我們社會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那這些東西其實地方政府其實都要因應 包括怎麼樣子來管理這個線內的用電大戶啦 或者是節電等等這些其實都是過去地方政府從來沒有碰過的業務 那這個部分呢我想也到時候請議會呢能夠多多支持 就是其實能源會變成一個地方政府很重要的業務 以上說明 其實議會喔對這些重大的結束啊當然都有意見 但是最後還是通過啊但是只要你們作業程序要快一點 不管探勘跟籌備這個速度要快 我剛才你講說將來是等到我開花變小店廠才請人 其實我們在籌劃階段就要要要要要有少數幾個的專著的人 你才能夠這個推動喔 以上喔其實主要是要快一點 還有探勘的那個地點喔要不要僅限一個地方 因為說不定一個地方都沒有耶不不曉得 所以我們假如有可能性現在科技部還是中油台電 他們都很清楚在宜蘭這個地方哪些可能有 就大概十八九都有一個確定啦 那我說希望能夠比方說在紅茶燃營還是綠桌前 這方面多方的探錯 剛才你也談到說這次地震 清水地震本來是沒有冒煙的一個坑啊 這也沒有冒煙 所以對這個信心很大 所以有這種鼓舞我希望 這個就是關西宜蘭的生存名望 這個是宜蘭現在以後會假如開花成空 一下子成一個賣店的那個限速 不僅可以不足啊 我們自體現在的發電量 供電的自體住有的線內的來源 頂多百分之四五而已嘛 所以將來我們可以解決宜蘭線的那個電量 還可以輸出到外線式去啊 這個是一個大的好景 只要說 集長能夠在環保族 看為這個輸入重點的要向 比較積極來推動 第二點呢 我跟你談到這個 有關現在都在推動這個 環境教育啊 環境教育基金已經輸出四年了 今年的預算 收入是一千八嘛 經過中央的補助五百 差不多兩千兩百嘛 兩千兩百的那個支出啊 那我們既然今天有固定的那個經費來源 這個錢是沒有問題的啦 從空污基金啊 還是廢棄物處理基金 還是水護資金 這些確定來源啦 財源有 但是我們要推展這個環境交易 要做得好 第一點不是一個空核主 剛剛開始都都毛不清楚 所以第一點我們要訓練專業人才 這個專業人才 你有專業人才才能夠訓練 但是現在都國家採取認證制度 這些專業人才要教人家自己先有認證 然後我們再設立這個機構 這個機構以後來培訓 培訓以後讓來參與的 能夠取得證照 它能夠在 一直在擴大引收 再開班收購 能夠讓 成一個網狀這樣 第一 就是我剛才講到 這個經費來源已經確定 第二點就是要 如果去培訓養成 這個相當大問題 培訓養成這個機構在哪裡 將來所要取造還是要環境交易的對象 這個還有環保局 對年度租出偏來兩千多萬 主要目前現階段推動的對象 當然要全國全線補給是不可能的 只有這一點經費 還有環境交易 很多外面的縣民都不清楚 所以不知道怎麼做 我們要總是一個開動 這個請局長對我剛才所請教的事 請一併打呼 好請局長回答 謝謝楊議員 環境教育真正實施大概到現在應該是第四年 也就是說有印信規定的 開始認證 開始要求時速這樣 我們初期宜蘭縣其實還蠻努力的 就是我們一直都在全國裡頭環境教育場所 場域裡頭認證那個部分 初期非常的積極 目前大概有十家 但是現在目前我們已經達到一個瓶頸 也就是說能夠輔導他得到場所認證的 大概都提出來了 但是他們還是有一些 跟環保署的認證的條件不太一樣的地方 去年開始在前三年我們其實都是 其他的機構來宜蘭幫我們訓練環境教育人員 但是環境教育機構的第一所是去年宜蘭大學 通過了環境教育機構 也就是說他開始可以在地訓練 然後發給環境教育人員的執照 或者是給食宿 那就獲得環境教育人員 我們現在縣內目前有187個 通過環境教育認證的人員 所以環境教育大概就有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人要得到認證 第二個是那個場所本身也得到認證 這個場所得到認證比較困難的是 包括他的使用執照 土地使用等等這個部分比較困難 那其實最核心還是課程 就是這些人就這個場所能夠發展出 什麼教育的課程 那他這些都通過的時候就可以發給 到那邊去參訪體驗的人給一個教育時數 所以這個部分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開始培養我們縣內的各個可能出現 有興趣做環境教育的這個民間也好 或者是學校也好 來投入比較多的環境教育的課程方案 或者是去做這些相關服務的工作 所以我們每年大概有邊就是上上下下不等 就是那個對民間或是對學校 大部分是學校機構他們提的這個課程方案 大概六百萬左右的這個六百萬到八百萬之間 上上下不太一定的這個補助方案 那大部分都是小額小額的 但是有一個比較大額的那個我們也會通過委員會的審查 給予補助那個這個部分的這個對於課程 或者是環境教育實施方案的這個審核跟補助款 那個也希望說議會能夠給大家多一點的支持 因為這個在初期階段真的很需要大那個縣民能夠 或者是說特別是這些有有至於這個環境教育的人能夠投入 還有最重要這個擴缸問題 擴程剛才教育的內容 我們現在是在地化的環境教育比較多 這個因地助養嘛 所以我們要沿線怎麼去組織這個籌篇這個擴缸 擴程這個內容 請答我一下 沒有錯 我事實上應該 每一個單位應該都要去在地化 把在地的環境知識把它弄上來 所以我們其實有成立一個課程的平台 網路的平台可以讓大家分享使用 這個部分我們接下來會成立一個發展小組 來協助輔導各個想要發展環境教育方案的單位 以上說明 好 謝謝 謝謝楊議員 我們現在請陳秘書長報告發言的一個順序 向大家報告登記發言的持續 24號15號16號16號19號18號3號17號1號20號31號5號4號30號22號32號9號10號26號27號21號23號7號25號13號8號2號28號以上 好 現在請陳岸庄議員 感謝各位主席 各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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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仁 聯合仁 大家早上 各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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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們 我們 我們 菩薄協 以書面答覆 第一點 如果提升宜蘭線 公測品質 增加特優 優等公測的數量 第一 不管要如何搶救聖食 擬定大量的盛食管理方式 鼓勵辅导賣場超市業者設立即時食品的專區 鼓勵主動監柱 既期食品 第三點 不管要入獲推動再生能源 增加力量的產量 就是要入獲管理費期物有品 以及防止民眾亂丟 亂倒垃圾 影響環境汙染 第二個要入獲推動廢棄玻璃回收再生再利用 以上五個議題 請環保局在現場總實行以前 以書面打呼本席 請大衛列入會議記錄 好列入會議記錄 本席非常肯定我們宜蘭縣環保局 我們陳局長所帶領的團隊 在各項的環保業務 無論是環保交易 公害防治等等 過去都有很好的績效 舊教陳局長 一百零四年的環保局 稅存保留所 保留的預算數有多少 一百零五年三月三十一 危機 這些保留數的執行率有多少 請你回答 一併啦 一百零年環保局 稅存的議算 金資本總計有多少 執行率 和三月三十的危機 請問局長 你知道環保局的執行率 到底有多少請你回答 請問局長 感謝主席 林副議長 那個 我們在一百零五年度 到四月底為止 我們的執行率是 那個 那個百分之十二 就是十二個percent 執行數大概是 五千八百萬左右 那那個 一百零四年的這個 保留數 就是說我們一百零四年的執行率 是九十五個percent 那個 保留數有這個 一億零五百七十五萬 那那個實現數有三億三千六百萬 好 定義這個執行率三點 百分之三十九點 點七而已 排名在 縣府的各局處 局長 你們是倒數第二名 為什麼 是不是陳局長 你打算跟 林聰賢縣長要去中央服務嗎 你無視環保局業務 螺絲冷氣了嘛 是不是螺絲鬆動了 局長回答一下 我剛才報告的那個部分 就是一百零四年我們的執行率是 九十五 九十五個percent 那一百零五年就是今年到那個三月底的這個執行率是 十二個percent 三月三十一號 對 這個總的執行率是十二個percent 那 事實上我們大部分的這個 經費 是按月 撥付 那因為它是 每個月產生的量 或者是 應該要支付的這個處理費用等等 所以 目前為止我們執行率 那個有比較 比較這個 卡住的那個部分 其實都在我們的這個 那個 考核之中 好啦 您請坐啦 我不 不要聽你講的啦 對不對 你本路就是白雲地面 我看的所需就是這樣 環保局的預算 憲議會一向都非常的支持你們啦 局長 請你好好的去督促啦 好好的去執行 來 第三 我要問局長 目前環保局 所僱用的 一二聘僱人員總共有多少人 你本意算好像編十二人 環保基金你編了十四人 平常的主計跟條件 每一位的 平顧人員 是不是都有實際 我們環保的相關的法規 請教長 你說明一下 請教長 謝謝那個陳議員 我們現在的這個 那個 環境 環境保護的相關業務 我們的確在那個局裡頭呢 是有二十四個這個月聘僱人員 我們的環境執法的部分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那個 事實調查跟收集證據 那個部分就是一般所謂的環保基查 環保基查他們有各種不同的能力必須要去具備 譬如說他們必須要經過環訓所的相關不同的那個證照 譬如說判淹啊 或者是那個不斷的調訓 那這些部分呢 我們都已經要求我們的這個 那個月聘僱人員呢 應該要受相當的訓練的部分 應該要去做那個受訓 那那個事實調查回來 基查回來之後呢 就處分 那這個處分的部分呢 就會變成是正式人員 也就是說我們的公務人員 編制內的公務人員去做處分 所以對於約聘僱人員他們本身呢 那個做處分的部分呢 都還會有這個編制的公務人員來從旁協助 所以對那個法令的這個使用 或者是他應該具備的這個訓練 跟這個相關取得那個訓練的這個 資歷這個部分 我們有持續在注意 好 您請坐 那水污染以及我們空氣污染 污染鹽這個基查 油外廢棄物等等 是不是由環保局派演基查 或是委外基查 環保局派在外面的基查 好嗎 來 您回答一下 是不是有請委外基查 謝謝 謝謝陳議員 那個我剛才提的那個部分叫做基查 那但是我們平常其實是有一部分的巡查 那個巡查就是用那個個別的案件委外的情形 譬如說 譬如說 那個空氣污染裡頭對於每一個建築 空氣污染有沒有尾外基查有沒有 尾外叫尋查 尋查 那那個跟剛才我們講的就是 水污染有沒有 有 那個水污染也有 也是有好 您請坐 我們要講這個議題就是 嚴格要求我們陳局長要現場保證 保證會後不要對議題內容延伸有任何的 對廠商或簽怒 這個事情來找查的情勢 請局長你保證 不會啦這種事情我們不會這樣 保證就好 不會啦 也請環保局我們政風市主任擔保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好 那個併請主席列入大衛紀錄 好列入紀錄 審查 經過我們宜蘭環保證 委員團委來審查意見 要求求上保證的時候 是否應該要一次告知啊 第一次審查列了二十幾項應該補證 廠商依據審查意見也補證了 到了第二次申請 重新申請 又有新的補證事項 第三次 又一次又有新的補證事項 從申請變更許可 這個事情來看 廠商發揮了將近兩千多萬的房子設備 卻經歷了一年多 告現主席要不要不決定 為什麼啊 搞定這個為什麼 好 第一次的審查的時候 又告知有這麼困難嗎 本縣又標榜環保利縣 好山好水 你們要經營一個縣內一個自然的 捷徑的健康舒適的生活環境 當然要嚴格去執行啊 這無庸自由了 但是另一個方面 宜蘭縣政府在政策上 一直不斷的強調要招商 希望企業能引進好的企業 來帶動我們宜蘭的經濟 都是委外的啦 我不知道裡面不知道有什麼 不知道有什麼機關啦 局長你要好好的去 去督促啦 環保局你們的回應 你們沒有去 回應就是說 去鹽水也好 其實人有第三個公正公司 人也有去 結果你們也沒有邀請 他們廠商的第三個公正公司去 你們直接就採樣 你們直接錄影 有錄影不錄影我不知道啦 我是說未來 如果有這個政行 是不是可以 邀請這個青雄 他就為了第三個公司 當這個來採樣 當這個來看 以免弱人口舌啦 這也是 因為說 環保 這個部分 環保局 對這個秋山 人想說 以然環保局 就是這麼不友善啊 局長你講這個問題 你回答一下 簡單就好了 請答案 好 謝謝陳議員 事實上 那個各種不同的 水污染防治措施的 執照的申請也好 或者是審核也好 事實上都是專業機師之間的對話 也就是說 廠商他必須委託專業機師 來做相關的設計跟簽證 那我們這邊呢 其實我們委外的這個部分的 技術上面的審查 也是委外 委託相關的專業機師 來做那個 對口的審查 所以 機師跟機師之間 對於專業事情上面的 來來往往這件事情呢 我 從環保局的觀點來看呢 這個部分呢 我們覺得應該要 那個了解他們的對話 那基本上 那個我們會 按照這個 剛才陳議員所講的 就是一次告知的原則 那但是呢 事實上有時候 就會出現說 這一次的這個對話的內容的項目裡頭呢 並沒有觸及到 還沒有被 還沒有被討論出來的項目 所以我想來來回回這件事情呢 我們會盡量要求一次把它談完 那在 在行事上面一定是 廠商的 技師拿出來的 那個 項目為 當作討論的對象 所以 不是啦 這個 你講這個我都知道 我現在就是說 比如說 廠商的排放水 這個基查 如何的取樣 基查的程序如何 其實 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 你們都 有這個停止了 我相信 這個青山 它在宜蘭縣能夠來這邊設廠 花那麼多錢 而且又接了國際的廠單 我相信 這都是大公司啦 它對環保這個 絕對也不敢亂來啦 在這邊我是認為說 環保局你要如何的去 輔導我們這些 進駐我們 農德工業區也好 立者工業區也好 這些青山 好不容易招商過來這邊 我們就應該要好好的去扶導他們 再來就是說 他有無量有頭白的 竟然抓到 我們不用這樣去處理 這一定都有相關的法則 以及相關的法則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是要要求說 環保局 你為外的基查 人員為外這個部分 這個青山 他們環保他們有環保他們的專業 不可以用他們的專業 要來拍這些青山 我已經聽到 很多的 農德工業區的廠商 以及立者工業區的廠商 就是這些委外經營 去到公司拼這樣扣 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結果就是說 你這個都不是防火建產 你全部都是要汰換 你知道有這種情形嗎 你不知道啊 所以說 我們是要要求說 環保局的委員會手上 你要好好的去評估 我相信 以未來也會都 都會送來你們局處 要來銷標還是什麼 你們幾年一次 幾年一次 委外的廠商 確實基辣這邊 我們其實是每年都招標的 那個都是一個年度一個年度 一個年度 一個年度一個年度 我們會針對這些廠商 我們會嚴格去把關 我們會針對這些廠商 我不希望這個事情 繼續再發生 這樣以後誰敢來 我們宜蘭縣設立工廠 你 中國你要照相片 不照相片 很多的廠商都在講了 我希望 陳局長你好好的下去查 來再介紹陳局長 宜蘭縣農體 這個農田水利會 這個水利膠的管理單位 是哪一個 農田水利會 這個鉤取管理單位 是哪個單位 宜蘭縣的這個 水的水體的管理 大概分了好幾種 那當然有中央河川管理單位 那也有縣的 這個不管是排水 或是縣屬河川 那有很多就是水利單位 如果水利溝髒亂 可以開法嗎 可以 可以喔 那如何處罰 水利溝上面 如果有這個 就是相關的這個 漂浮的垃圾 或什麼 其實我們是可以要求 水利管理單位清除 那那個如果他沒有清除 我們會用這個環境衛生的這個 好你請坐 一百空四年度環波橋 是否有開法過 請你為何 好 所謂的這個環境清潔這個部分 那個一次是罰大概一千 一千兩百塊 那對水利溝的這個清除的部分呢 我們通常都先要求他要去清除它 那清除沒有改善的時候 我們才會用這個管理單位的這個處罰 好 請問喔 宜蘭縣農田水利會這些沟集的放水標準喔 將放水這個標準加延至灌溉用水的標準 為則你們 種者可以罰 罰多少 兩千萬喔 兩千萬喔 還是我多少 六萬至兩千萬 六萬至兩千萬 好 針對喔 我們水利會這個管轄的水儀溝喔 我算是可能有一萬條吧 有沒有 有一萬一條 好 放流水有回鍋 有回歸喔 我們這個灌溉使用 有兩千一百八十九條 環保局有沒有去積查取樣 你們去積查幾次 開出的罰單有幾件 我在這邊是說 必須要嚴格的去管理啦 好 局長 好 請你回答 我們對水利溝取的放流水標準加延之後 我們事實上是有做了一些這個積查 那這些從實施之後呢 我們有對水利排放到這個水利用地這個部分的積查有十一件 那這個部分大部分是屬於那個餐廳喔 那個排放到水利溝取那個超標的部分 對啊 你們要去嚴格 嚴格 嚴格去查氣啊 對不對 是不是 這樣怎麼可以 學長這樣可以嗎 我們會加強那個陳議員的要求去對 排到這個那個勾取裡頭的這些 好啦 我也沒時間了啦 這邊再問你一個問題啦 上次本期定期會的時候有執行到 我們清水地區 你請坐啦 清水地區這個BOT這個案件 這個環境的營養變高感過了 有通過嗎 沒有通過嘛 根本沒有開發案嘛 所以也沒有環境影響評估的問題嘛 這個不成案嘛 那請問你 五月十二 將要舉行的清水地熱這個發電廠改建 增建改建修建營運 以及轉移VOT也好 ROT也好 這不用經過 這不用經過 前後矛盾啦 這個案件就還沒有 環境以前我們就沒有過了 你們在討論吧 我時間 時間又有了 老蕭你沒關係啦 你跟我說 開會的時候 把這些公聽會送來議會 叫這些議員去 有哪幾個議員去 不要這樣放假啦 局長 你有沒有發這個文 現在我們有沒有發這個文 五月十二號 這應該都是公里處事業單位在處理的事情 我跟你們沒關係 就對了啦 那那個他 BOT 我猜他們的條件是這樣 你得到BOT的廠商 開始要往前進行的時候 他必須要完成環評的工作 所以這個環評是得標的BOT廠商 得標之後他必須送環評給環保署去審 你得標的廠商必須要完成環評的作業 你得標的廠商必須要完成環評的作業 謝謝 你們自己弄好一點 謝謝 感謝陳安中議員 那你 局長 剛才你說這個事情 你們要好好去收購 廠商的部分 你們委外 就好像第四台 在委外抓那個什麼 在增加第幾台的那個 拿著雞毛當令箭 你們那一關委外廠商 我是希望你那個廠商的那個名策 委外幾項 委外給誰 通通送到我們所有的議員同仁 這當下做得到 委外哪一個項目 總執行以前 金本那些人 都拿著雞毛當令箭 搖進去 搖進去 搖進去亂搖亂搖 這我也有去讀過 我也希望好好檢討一下 好 繼續我們邀請 林辰公議員 老闆主席 局長 科長 我們現在議員同仁 請到局長 剛才楊議員有特別說地熱 依然地熱發展 能源發展 請問跟運轉差不來 發展這個會不會跟我們 溫泉有所派遣 簡單說一下 好 請答案 謝謝 謝謝林議員 那個溫泉跟地熱 現在到目前為止 那個 原來地熱是在礦業法裡頭規範 那後來中央它在為了發展再生那個原因 它就把它算在這個溫泉的這個項目裡面 那因為溫泉它是取用就會流掉 就是說因為它就是真的取水出來使用 那但是地熱它是取熱 但是不一定需要用水 所以它用完的水事實上是要回注回去的 這是第一個在支援使用上面的不同 第二個是它在溫度上面有很大的不同 那個現在溫泉的溫度其實都沒有辦法拿來做地熱使用 至少現在的技術不會用這麼低溫的方式拿來做發電 那這是第二個不同 就是那個溫那個地熱它大概可能要必須到130 160或是220的這種溫度 那我們一般的溫泉呢 可能60度40度大概就是溫泉 以上說明 第一針對宜芯礦場 地熱原來是規劃在礦業的部分 那現在就是說溫度有區隔 它必須要100多度 溫泉一般是不可能 所以它限一個溫度就是比較那個 好什麼叫碳足跡最少用在地最好 我要針對這個問題 我要跟你請教說 為什麼 針對開發來報分 你要透過媒體 昨天吧 昨天我在電視上看到 真的我也很震撼 一個環保局長 表示他在執行這個業務的時候發生困難 那我要提醒說 中央跟地方520之後是一起的 是不是有什麼地方需要在議會上 說出來大家希望給你了解一下 大家報道支撐 再來我要問這個問題就是 台年我們宜蘭有四間 水年的部分有四間 高雄怎麼有一間 這個議題就你要來說明 為什麼 它有連續做了不好的行為 我們沒有辦法開發 不像曾經在高雄做市場 這樣 針對為規矩的部分 一次到位 我們還給他三年的觀察期 針對這部分 你剛才說的 碳足機最少用在地最好 剛才宜蘭礦場 那是你出來講的 還含這個水年的部分 你來採用一下好不好 是怎麼有這個落差 我們為什麼 對於常常犯錯的台泥 或者說我們這邊有四間 我們的決心破例 都不如高雄市 人家就提了 高雄市因為有一個環保專業的 叫陳津德 所以他們一次到位 那你來講一下好不好 好 請答案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那個事實上對水泥業的這個管理 那個環保署現在的標準 是民國92年頒布到現在 那所以已經在13、14年沒有修正 那這個標準非常非常的寬鬆 其實早期為了產業東移的原因 對水泥業有非常大的保障 那事實上我們不斷地呼籲環保署 應該要對這個水泥業的這個標準 空氣排放的標準 空氣排放的標準 要能夠有比較嚴格的這個限制 所以我們其實是兩年前就開始 推動這個水泥業的這個排污的標準的這個加延 那因為我們跟幾個線內的水泥業 像全國的水泥業呢 事實上有四家在宜蘭 有三家在花蓮 那高雄的那家其實快要結束營業了 那就是因為我們兩年前開始推動這個加延標準 也為什麼會拖這麼多比較久的時間 是因為我們必須跟水泥場去溝通一下說 它污染防治設備的改善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其實不是非常的那個莽撞跟躁進 我們是希望說我們定出的標準它做得到 那事實上我們這個方案經過跟業者的溝通之後 在上上個禮拜跟環保署開過會 環保署也支持我們的方案 我們相信很快的我們這個加延標準應該就會通過 那因為宜蘭做了這個那個擾動 就是環保署十幾年來沒有不願意 不願意對這個東部的水泥業這個排放標準 有任何的作為的情況之下 高雄營他們也開始注意這個事情 所以高雄的動作是差不多我們兩年前之前做的動作 那因為我們說的是那個循序漸進 讓它兩年內要把它做到我們要求的標準 那高雄這邊我想它應該是在講說 我們會要求一次到位 那我想那個是新聞上面民眾的要求 我想他們在經過理解之後 那個要看他們之後往下對於水泥業是怎麼樣子定這些規則 其實我們提供了相當的這個相當多的這個經驗跟數據給高雄環保局 希望說他們也可以一起來對這個水泥業的排放標準做一個那個嚴格的限 那個比較比較對環境比較好的這個標準的限制 就這樣聽了我們藝人的算大眾 不必聽高雄市 我是說很多的創新 好不好是一回事 那也局長也都參與其中 因為你有建築的背景 有教育局長的背景 那相對環保局的位置是不好當 要有擔當 這個我們也清楚 我的意思說 5.20之後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如果法令不移 不好的 就趕快改了 我就像你剛才說十幾年前的 那就要重新調整了 你看你看儀心礦產裡面就是有法規的落差 那要不要解決你落在宜蘭 儀心在哪裡儀心礦產在哪裡 你直接說就好 儀心礦場在這個潤泰礦場的外面 地點在我們的安平坑還是什麼坑 安平坑林道上去 在我們宜蘭就對了 在宜蘭在 你聽一下 所以我的金燈 因為我也是這次有的記者 看到你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你有所要表達嘛 那表示在法規跟地方來講 你要保護我們宜蘭 但是中恩的法規卻保護 保護礦區的廠主嘛 我看那個老闆 民主的跟價格一樣 那這個問題要解決啊 聽說不會去年還不會去中國 那我們有能力嗎 我們宜蘭有所在 我們宜蘭就是一個基本價格 就是好山好水嘛 你山頭白白這樣光秃秃 我整個晚上我都在想這個 連我都不知道這個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到接這個月 或我變成第三小組 我變得很緊張 所以我要跟你問說 如果未來的發展 已經不是像我們過去說 不合時宜啦 法規落實 那個就是要主動提出來 主動提出來 因為我看那個衛兵 在我的理解說 老闆很抱怨 因為媒體撥下去 他一定會會有問題 那我們很不安心啊 因為我們很不安心啊 地點在哪裡不知道 多少都會影響到嘛 你像我們大家的話 大家之所以不會有那些 就是上游的沿途 沒這些東西 所以趕快的情形 回到被環保機長不好當 那我也希望說 因為你在管護庫 你的專長背景很多元 要得到首長的肯認 這些工作經驗 也希望你能夠 因為你不可能一世人做這個 像剛才陳議員也說 有可能你向上流動啊 這些東西 希望你都能夠有個手冊紀錄 不管上去講 甚至你在推薦人選的時候 一定要也是一樣 跟你一樣 能夠得到首長的肯認 而且要有肩膀 因為你這個要怎麼做 你現在被問題說出來啊 後續怎麼走 哪一天你離開了 或哪一天你不開環保機長 這個問題就不追了嗎 那我不抱歉 因為我第一次做議員 我連地點都不知道耶 所以其實 很多東西 我們這一屆的 我們新來的 也要讓我們清楚說 有些什麼需要 我們去幫你們在輿論上 或者在法規上 或者在中央方面 大家到事嗎 沒有你怎麼做 我們的基本價值 變因為這樣 他目前好像也是合法 那中央也不敢 林務局也不敢去做違反 那怎麼辦 就僵在那邊嗎 所以中夕愛地 這個困境當中 找出新的方向 所以我要決定說 我也跟蔡英宗議員說 你做的東西很多 但是 一定要 再堅持下去 一定要再堅持下去 我剛才想要自己問說 碳足跡最少用在地最好 你這次 哥本哈根之行 董祖地 彭桂英算 大家就沸沸揚揚 也都給你建議 但是最後也過了 那基本上你看這次 的成效在哪裡 你沒去嘛對不對 你覺得有成功嗎 花三百幾萬有成功嗎 沒有成功 你隨便一下好不好 就我側面的了解 這次有去的人 他們對接觸到 以前沒有接觸過的 特別是在能源 特別是地熱這個部分 或者是生子能這個部分 我側面了解的 他們其實都非常有收穫 那我相信這是一個 雖然真的是發費一些經費 但是對於公務員的這個 眼界跟思維的方式 我覺得應該是有幫助 對不對 我們都在 做東西都在檢查辦 我們都要反觀自行 我想這不是你的發動 感覺好像是陪一個長官 要畢業旅行 然後不甘人 無關人言 如果你在內容裡面 都面面俱到 OK的 我問局長局長 哥本來跟那些先進國家 新專區就不知道答覆出來 我要請問 如果拿我們的 預算金會的首長去 因為你說很好 我也沒聽到 我們可不可以邀請他來報告一下 不然 有的首長 整天在出國 待會地方 待會社區 待會社團 待會社團 觀光協會 找不到人 那我們現有 這不是讓 讓鄉民更抱怨 找不到人 那可不可以 在法治層面上 可不可以邀請來報告 一人開多少 你說 一個人這樣平均換算下來多少 平均下來一個人的團費大概是15萬多 有的15萬多 你坐啦 我不是說錢沒辦法開 陳那兩人的年代也是讓他的員工去住五星級飯店 這 此時此刻 我要說的意思是 整個下來派的人選 這個媒體都有燈 不是您人說無量 媒體都有燈 你無關的人去 就感覺好像陪長官要畢業旅行 然後去交交朋友 那時候還不是畢業旅行 那時候還要 向上流動 有一個人是去那 隨事再測 這個其實是社會的評價不高 一個15萬 我說 碳足跡最少 然後用在地最少 意思是說 我也問過 在地有些地方都沒有去看過 那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種 真有心要了解這些國家 我們在研究所也透過 視訊媒體 看也可以 我的意思說 15萬 我們付借280多元 花300多萬 還有一些行政長去看 然後鄉民跟我反映 要怎麼給我出國 我說 這條我就要跟你借 不理論上 我可以邀請他來類似報告 但建議就不是這樣做 對不對 法治主任 我們可以要求類似嗎 我們的經費預算的 用我們的經費的首長 可以邀請他類似報告他的心得嗎 可不可以 法治主任 說一下好不好 好 請擋 主席各位議員大家早 那有關議員垂巡這個問題 我想 經過大會決議 是可以邀請憲官 法治層面可不可以啦 你不要說大會決議 法治層面可不可以 法治層面當然可以 好 請坐 這不應該都可以 我的意思說 比較以為啦 因為這很糟糕 但是就是副官長 好像要高三 一些人背去 人事啦 無關的人背去 去看說這個 我覺得我每次我用我們縣服的錢 我真的都是去看 但是問題 我說的縣服 未必能夠連結嘛 或看的進步的程度 像你們這是高度文明 我認為OK的 有機會去看是OK的 但是覺得 社會觀感不好 好社會觀感 尤其 旁邊的局長也沒去 也沒去 也沒去 那 有一個數據 我在近上 因為縣服跟我們交際是緊鄰 在102年的時候 衛福部 他有一個數據 叫 他是惡性腫瘤癌症 是全國最低 在縣服 縣服 縣服嘛齁 因為縣服 因為縣服就你們管了嘛 過去 第一個開法 水利會好像是我們環保 全國第一章喔 那當然四處有名啊 你的水里委員 會部委員 水里租租租長 你把他靠操也沒去靠操 你用縣服用 還說 好像我們 沒有去附到 機關單位的顏面 是你做事情就是草率 所以這頂我也感謝 環保局敢 距離立爭 當然這項專案 也是專門機關 你所說 我們不是這樣一碼歸一碼 要讓經驗 讓我們更多的公務人員 好 還是說我們的協力單位 懂得保護環境嘛 然後這個數據 居然你會不會緊張 有沒有改善 我相信我看了這些數據 我不會單純說 是衛福部的數據 那你環保的 甚至他要追 我們頂管這些農友 追不去 所以眾議人 他洋政相關 這個有改善嗎 還是說 有可能是 因為累積累積累積 所有的毒素 都到下游去 你在想有可能 你發表一下好不好 好 請答案 謝謝 謝謝林議員 那個公共 公共衛生 或者是這個 那個國民健康這個部分 他是當然是另外一個領域 那個人會接受到 各種不同的這種 引起病因的方式 環境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包括呼吸的空氣 吃的食物 以及飲用的水 所以一定它是一個綜合的結果 包括個人的飲食習慣 或者是衛生習慣 我想都有 從環保局的片面的部分 其實很難去講說 它是怎麼樣子引起的 不過對環保局來講 上游有上游的問題 下游有下游的問題 這個都是環境應該管理的部分 譬如說上游 我舉個例子 我們的大銅 農藥的使用非常的多 那個我們從農藥回收 農藥品回收的那個部分 那個大銅的這個 數量是很高的 那因為這些 那個種植的原因 他們使用的這些 那個農藥 恐怕 那個它是第一次 就是第一時間接觸到 那到進到水體裡頭去呢 可能就紅頭水尾吧 水尾的這些水呢 可能也會 可能有一些這個影響 不過就水質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是持續在做 在做那個觀測 那林一元講的事情 其實並不是 並不是空穴來風 也就是說 從我們的 從我們的了解裡面呢 我們的水質 因為我們的環境的開發 或者是這些 那個使用的強度 越來越高 我們一般的地面 地面水體的水質 是需要持續去關注它 所以也是剛才這個 常見宗議員有提到的 這個放油水加鹽標準的 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 能夠全面性的來管理 最後一項就是 農藥使用在農田裡頭 這件事情呢 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法規上面 是沒有辦法突破的 因為它是農委會 保護這個農地裡頭的 一個重要的法規措施 那這個部分呢 只能靠宣導 對 嚴格說 齁 年紀相仿 你媽媽跟我媽媽同學 這樣說你是宜蘭館的 管理政府的國保 因為很多職務 你都歷練過 而且很多重要的事項 你都參與其中 我個人當然 對你是 任天紀相仿 你怎麼做的不簡單 就是說 你有建築的背景 還有教育的工作經驗 我要跟你說 很多建設處的林主長剛才起來 可能比較沒有 你練習的東西 是希望你跟頭人特別說 因為熊本城事件之後 還有我們最近地檔之後 其實一些概念都會改 我記得 例如唐代 唐代 唐代的 吳松坡也是我們的顧問 結果我們現在 為原地改來改進 你有想過嗎 二十年前 這是跟建設有關 我希望這個環保不夠 但 結論不好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看法 你二十年前 蓋的 你現在說 你聽到哪裡 地檔都會買名 我們有想要改變嗎 因為 我們為了維護 原來的那個容積 所以 一再犯錯誤 鋪的房子 又蓋了 他也是鋪的 鋪車又蓋 鋪車 他怎麼去國所公路拼 所以這個問題 最近因為地檔 雙本城的概念 其實都突破 所以其實現在的觀念 都是日行業役 我意思是說 希望你在 在管夫 在建議的中間 一定要 我們法律講 叫法以實轉則治 治以適宜則有功 法律跟他時期 時代在走 你才有才能達到功能 治以適宜 治 就是管理嘛 適宜如果何物現代 才有功 我們沒想到坐在那裡 不敢去創新 不敢去 像這個我就覺得 我就在看 他說他這樣就跳下去 為了我們的本位 我們是不敢用政策工具 就鼓勵下去 第二次我會讓他中心跳 那些成本都夠 所以基礎 因為你有很多背景 以及嚴重 你也都有關心 我想說 新的 我們也要去注意 既的 他要再變身 這個中間我們也要去協助 尤其 他是有財力的人 我們要跟他講 我不會去那裡說 因為這就好像是數字 我又覺得奇怪 那家裡的故 那些不堪 鋼金水泥都是二十年前的概念 我們現在為了說 保有他的容積 我們不敢用政策工具去 讓他建構一個比較新 而安全的一個飯店 我覺得是有一點可惜 好不好 這個問題 透過你來的觀念 應該也是有專業背景 好 感謝 感謝林成功議員 繼續我們邀請林業賢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董事長各位董事長 大家早安 我想首先要請教我們董事長 既然我們的電動自行車 之前這個環保署有補助說 我們一台 過買一台是多少錢 現在還有補助嗎 我們現在好像有 之前有補助 一台是兩千還是多少 兩千五 現在還有補助嗎 保署是多少錢 現在持續有在補助 現在現在一台保署了嗎 1500塊 1500塊 之前那是2000還是2500塊 環保署其實 在這個年度裡面 也開始速度下來 不是不是 我是說環保署之前是補助多少 環保署的補助 在新的年度 它已經開始在補助的額度上面下降 那也要求 之前好像之前是一台是五千還是多少 還是三千五 三千 淘汰了二行程 它二行程的電 那個就是一種古的那個 如果淘汰之後買電動車這樣 那個環保署會補助五千到七千 我們補助六千 這個是 所以兩個是加起來的 這個是淘汰二行程的 但是如果它不是 它是新買的 新買的這個部分呢 如果它買電動輔助自行車 那個環保署補助兩千塊 我們補助一千塊 那那個電動自行車 環保署補助兩千塊 我們補助一千塊 那如果是電動機車 環保署補助兩千塊 我們補助六千塊 電動機車我們補助六千塊 但是一般來說 沒有補助都是電動自行車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 我們去年補助多少 去年補助多少 去年補助是多少 去年補助二千五塊 在一百空四年 就是去年 去年八月到十二月 就是下半年度 去年的下半年度 我們的這個小型輕型的 那個 教長 沒關係啦 這樣喔 你把這些資料 這三四年的資料 四年前 好不好 好 一百空一年到一百空四年 這四年裡面 我們的環保署補助多少 你把這些資料 做清楚之前拿給我 好 到三百萬 因為 你請坐 沒關係 第二點 麻煩我們 要向他 教長請教一下 我們的汽車 或是說機車 噪音汙染 這個排氣量 還是噪音素 到底是要取締 是有分這個CC數 或是分他的機車 看一百 一二五的 或是說 九十CC 來分類 然後 你到底是要取締 空氣汙染 或是說要取締他的噪音 我們的警察人員 到底是怎麼做 我請你報告一下 標準 他的標準 是 那個 機車 的噪音 不會分 那個 大的馬力 跟小的馬力 沒有這個差別 一分倍 他就是用 這個 標準值 如果超過 標準值 五分倍的那個部分 就屬於這個噪音 那個 機車 通常我們是這樣子 就是要求他去做檢測 那如果他有去做檢測 通過 那他就沒有 他就沒有這個處罰的 這個 情形 但是如果他去檢查 沒有通過 我們就會 出現這個 處分 那也有一種是 要求他去檢查 但是他沒有去檢查 這個我們也會 那個 處分 我知道那就是 你的 機車的行走 有嗎 他的電視 叫你這樣嗎 沒有 那是定期檢查 那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是 有人檢查 那我們請他 來去做檢查 這樣 這樣 沒關係 這樣我 你這個 汽車這個部分 你是 一般來說 因為我有時候去路 開車過 看有人 定點 在那邊 路邊檢查 那一般是 都盤檢是 都是機車 都是機車多少 都機車多少 那機車的部分 我們對於機車以外 都是炸油車 大部分都是 大腳車 連接車那種 一般使用的汽車 我們是沒有攔檢 一般使用的汽車 是沒有去路 沒有 對 好 那如果遇到 比較奇形怪轉的汽車 譬如說 他這個車 有改正過 還有馬力 我們這邊 這是有特別的 取締 還是去檢查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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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 有些改轉車 好像 一台好好的車 改正到 跑車 那樣 像那種的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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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染檢後 有發現這個問題 他會移送 移送給我們 也移送給監理單位 那他們在驗車的時候 會特別注意這個事情 不過 環保 環保單位 他對於 那個 汽油車是 沒有去做 相關的處理的 好 那請坐 其實 局長 我告訴你 我們 既然要慢慢的 夏天 即將來臨 一般來說 夏天的時候 天氣好 然後 是 昨天 假期 現在一些青少年 的朋友 往上 他們都會成群結伴 燒燒幾個好朋友 去夜遊 他們又騎機車出 一台騎機車 一般來說 很多都是改勝過的機車 車子都很大聲 轟轟轟轟 這樣 然後 有時候 會在警局面前 去那大聲 整台車 整台 整台 甚至於說 一般 行駛在我們 宜蘭市的這個 街道來講 宜蘭市的 宜蘭市的 街道 按下 12點 1點 2點 他們整天的 機車 騎過 這個噪音 非常非常的大 我跟你說 在沉睡中的音樂 也好 一些老火也好 甚至一般的大眾 都會驚嚇到 我想說 要請到隔壁 到底 我們要取締 這些改裝過的機車 取締他們的改裝 尤其他們的喇叭聲音 怎麼去取締 譬如說一般的行人 看到了 白天的時候 騎的都不會過 我們來看到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它取締 或是說 驚喜 甚至於說 一般有些什麼 檢舉達人 汽車的檢舉 有分一些獎金 取締 檢舉這個機車 它的噪音 污染太大聲 這邊要驚喜 有什麼重音 分嗎 請你回答一下 謝謝 感謝您議員 這確實是一個 很難管理 但是對環境 影響很大 一個現象 就是 我們其實 每一輛機車 它必須都要到 機車訂檢站去訂檢 這是環保署裡頭規定 所有的機車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配合警方 看你們要想一個方式 到底要取締這些改裝過的機車 那這是第一個 因為這些機車 這些青少年都好機 越舊越大床 想說騎車的 很壞 越大聲的 越有面子 然後陳情絕對 絕對之後就變飆車族 飆車族 飆車族進而影響到 我們依然適合這些資安 我們依然適合整體的治安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說 我們的位於緒謀 你看明 這個方法要制定 我們現在好像沒有什麼 檢舉這種機車改裝 或是拉扣太大聲 可以可以檢舉 但是怎麼檢舉 一般民眾要怎麼檢舉 我們來跟 我們要錄影 或是要把他那個 他駕駛過 已經很大聲已經插到 我們已經不適合了 國安府已經分配也不夠了 這是一個盲點 他那個檢舉 不太需要去測他的分配 就是說 那個林議員講的這個事情 我們來跟警察局協調看看 其實他 只要有錄影 就是陳情絕對的這個機車 有錄影 那那些車牌呢 我們就可以要求他去做 做這個噪音檢測跟這個定檢 那那個 這個部分我想 大概會批次性的 來那個 對這些改裝過的機車 我們依安市我們依安市文化中心附近 這都是軍公教區 暗箱很安靜的嘛 然後真的齁 有人去給我翻演嘛 說他們 因為文化中心附近 他們那裡 他騎了一整天 然後 後面在風雲球 那些青少年 那些宣發都很大聲 所以 他們那些出戶 他們家有嬰兒的 也好 甚至於老人 連應該本身也都被插情形 我是覺得說 這種事情是非常重大的 因為你這個不良少年成群結伴來講 他會越嚇越大聲 我說過了 青少年好奇嘛 要電嘛 然後越嚇越大聲 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甚至於說 在路上遇到一些 人剛才那個送報生 或是說 人家剛才兩個 真的吃到誇張的 學生小孩 剛才騎到桌子上去 人家看的不順 怎麼偶爾搏 這會釀成命案的 然後 嚴重會影響到 我們依安市市民的這個 這個睡眠的品質 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我覺得 你位於籌謀 看你跟警察局 交通局是沒有配合 我剛才跟你問 你到底這是沒有取締 沒有檢舉 你還沒回答我 所以 我們其實是 那個民眾呢 其實 拍照 那個 跟我們 或是跟環保署的網站上面 去檢舉就可以了 那警察的部分呢 其實 陸陸續續這個警察局 他們在路邊蒐證的時候 有具體的這些 不管是錄影帶 或者是影像 移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也會 根據這個車號 去要求他 去做相關的檢查什麼的 那 至於他之後的 這個處分的部分 就像剛才我跟林議員報告的 就是他檢測沒有過 或是到期沒有去檢測 那我們就會用 噪音管制法去 去處分他 這個噪音管制法 這個 罰是罰多少錢 我記得是三千塊 三千嗎 對 那個 當然 那個 他如果沒有去 譬如說他沒有去檢查 那我們就會開這個 這個噪音管制法 沒有 沒有檢查的這個 額度 如果他去檢查 有超過 局長 我說的意思 你剛剛沒有了解 一般 他沒有去檢查 我們主任會知道這台車有問題 對 我們的統帝他來檢查 是說 他沒有去檢查 但是問題是說 我煩惱說 他沒有去檢查 他那個 我們位於籌謀的意思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 再事先就了解說 這些機車 我們有辦法去定點去巡邏 怎麼檢查 有辦法 其實說實在 因為環保機關 或環保單位 沒有警察權 也就是說不能夠攔 我知道 那我們就配合警察去攔 對 對 因為這個事情 可大可小 真的是這樣子 不過我們現在 警察局的攔檢的部分 我們都會配合他 在現場做 不管是排氣也好 或者是噪音上面的檢查 那如果攔檢下來有問題 我們就會做相關的處理 我們現在環保局 警察人員這個攔檢這個 檢測這個噪音 機車這個 排氣量也好 還是噪音汙染量也好 多久檢查一次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每年 那個 這個一年的這個計畫裡面 裡面 就跟那個 警察局協調 他們 有出勤的時候 我們就出去配合他 這樣 一個月有一次嗎 還是半月有一次 一年喔 一年大概 那個可能 將近一百多次吧 就是說 一年一百多次 對 就是每個月大概 會有這個 請不定時在各鄉鎮市 這樣齁 對 就是警察有出勤的時候 需要我們配合的 一個月大概 那個一個月大概有九次十次左右這樣 我用宜蘭市的問題 宜蘭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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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 應該是全縣啦 全縣 全縣 這樣你不如你乾脆說 大統南澳空氣得好 還是說你 免費 免費 我到現在齁 還是不太了解您的意思 沒關係啦 因為這個時間的問題 我想 麻煩局長齁 你把這個 我告訴你這個意思你知道嗎 你把我齁 在館長中之前 上一份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沒有取締 到底這個機車沒有取締 然後檢舉 這個噪音 有噪音過大這些機車 有沒有檢舉獎金 他們要怎麼檢舉方式 好 麻煩你再送一份 送一份給我一個 好嗎 然後就是說 我們每個月 是不是可以一次 在各鄉鎮市 離安關 有12個鄉鎮市 每一個鄉鎮市 我希望我們的環保局 這個機車 叫他一次 去攔截這個機車 他們的排氣量也好 還是噪音有沒有超過 這個不可以從某人用 現在暑假要開始 很多事情會發生 事情發生之後 已經太萬一了 好 好 好 感謝您的選議員 那我們現在 先休息十分鐘 然後我們再繼續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細工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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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次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想想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超过 对 感谢观看 事实上 感谢观看 其实应该 感谢观看 过去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对我们 我们的房子 谢谢 在过去 吴义员对于环保志工的关心 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说 过去的这些规定 跟补助办法上面 其实是限制过于严格 其实我们今年年度里头 已经做了相关的修正 就是我们不会再发生 你现在告诉我 你编多少经费就好 我不管你怎么样去限制 我知道你的经费是编多少钱就好 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因为我后面还有很多要询问的 事实上我们在环保志工的业务这上面 是由我们业务费来云资 所以其实要看个案上面 我们需要做相关的配合 你说政事编给这个单位就好了 你也刚才你编给了 我刚才就来说过 说过去对你都是在说什么 你跟我说编多少经位 你今年度一百零五年总共编多少经位就好了 我们在编补助费这个部分编24万 好 你编24万如果有交就好了 如果不交就好了 我觉得对环保教就是相当没有 不不不不 稍等我等我没时间给你 所以请你坐下 好 我是说 要编补二天主动要来 你结果呢 经位变成一手一堆 变成一堆 不得让他们要装備 这样是不好的啦 没办法让我们的环保人员 人员呢 还比较大的 加在我们的行列 来为我们宜蘭关的环保来做行为 这样是作物的啦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也希望说 你刚你这里面 人列出来的 十字2288人的整个宜蘭县十二个乡镇 是不是有十个圆镇 我们都有生理 环保宜员 你把这个每一个乡镇 有环保医工的资料 含护给我们议委 我要对宣政总织请 过来 每一个乡镇的清洁队员 总共编制是多少人 每一个乡镇总共编制 十二乡镇这些环保的 我们清洁队员总共有多少人 我也要这份资料 是对宣政总织请含护辩识的 请主席列入记录 再来我们的行守队 我们的河川行守队 有113人 是哪些乡镇是有的 哪些乡镇 我也要知道这个资料 请你 也是在县市总织请含护辩识的 这也请列入记录 再来 我们现在一直说 我们日后来做反驳 我现在觉得 中央管的河川 县管的河川 包括水利会的河川 我们现在主要的河川 排水灌溉 这些河川 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汽查 我们怎么去汽查 你们怎么去汽查 我们不晓得 所以说 我要希望你们的汽查方向 你们这104年到105年的4月底 总共汽查几件 哪里是开罚的 哪里是接受处罚的 你们是怎样来做处理 成这个 这些资料 也是同样 要含糊便是 是怎样来说这个呢 我是说 现主席的 范保玄 主席 官方放火 不许老百姓点灯 所以这样不好 刚才我们的 黄思潮议员 跟包括 邱家庆议员 说的 你们 失色 刑航 你们的 刑舵人员 哇 夭壽 好像 好像 不算派 上方 保险出的 同样 划站就站 划台就台 我要来这里 请到 郭主席 刚才我说的 这些 刚才我说的 要求的 现管火川 这些 104年到105年的 事业底 这些 其他相关资料 开罚的相关资料 通通要含糊变息 第一 宣政总书行 以前要含糊变息 再来 再来 你的 处理人员 刚才我说的 好像派上的保险 这样 服务态度不好 讲话口气不好 这样不好 身为公务人员 你虽然是 你是够早的 你是够高的 也好 什么的也好 但是 我希望说 既然是公谱 就是 对我们县民 就是要亲切和来 客气 有什么不知道的 要跟你说 不要说这样 高高在上 反正 你就罢了 我就要跟你开 说得很难听就对了 这样不好 所以 你这24个人员 是够高的 你够高的 在这个白班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 24个人员是白班 也没有在24小时排班 也没有在24小时排班 我们夜间是 是独立的一个夜间机查的人 跟这个24个不一样 不一样 好 那你这样好 你另外白班那些人 也是够高的 还是同样 还是正式的 夜间机查也是够高的 好 通通 反正你的机查的人 通通要受监督 要受检讨 我是批判说 你一年多了 你重新 要把这个人 来做一个检讨 成绩的检讨 他的服务态度 帮他工作 表现怎么样 是不是也没有 禁止 禁 应该要做的 不要超越職钱 这些 不说这件事 在本年度 要编列106年的议算 我相信 我会结合所有的议员同事 把你们24个全部砍掉 你如果检讨好 表现得不好 整个拿出来检讨 把他砍掉 然后换新进来 那我们是可以接受 不说这件事 都要自己抬起来 在这里先给你预告 再来 我再来请教 我们的局長 邮关 我们的矿市 一任县总共有几个矿市 你跟他说 都有几个矿市 有申请 现在在开采的矿市总共有几个 目前的 那个 就是 申请 在案的有22个 开采中的 应该有7个 敢这样而已 其他的都是 不是停工中 就是未开采 或是这样 不过 我跟公理署拿的 跟你 跟你的所谓不一样 对吧 我不知道 你那个 你那一些 你现在村的那几间 是哪几间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说 所有的矿市 应该要接受 我们 環保局的 汽茶 你的客人 就是说 他每一家都要同样 公平对待 不要是单独 你这间大间的 我就 妈妈 他有 我再来跟你们交通 你们就妈妈 就过了 村的 就没有 这样是不公平的 所以 这些 有得开采的 有的可以开采的 有的新称党 我想 受我们環保局 百般凋燃 我是觉得很奇怪 应该 主管机关 应该也是 我们中央多个单位 是林务局 还是 还有一个什么单位 还是 環保署 还是什么单位 在審査的 他会的单位蛮多的 林务局 矿务局 最后会进 環保署 環保署 现在是说 像人们在 政府在推 都很有天使来推 我们的管政府 的态度 要很明确 可以 就是说可以 不可以 我希望 不要让厂商 开完隆钱 他如果真正没法 没法 符合 我们宜兰官的需求 我们宜兰官 十多败 我们要跟他们说 不要让我们秩赦开 接着 如果没法 结果的款 主要要核准的款 又不是在宣政府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很奇怪 这样是不好的 另外 这个商业 你去购 你就大大县市嘛 那宜兰先生就去捷嘛 像以前的 瘦肉金 美牛进来的瘦肉金 我们孜兰先生 前面要去捷它 瘦肉金 我们要0检出 同样 他不好的商业 会融化 就是宜兰占的款 反正到生態的時候,我們不需要的時候,要很明白的告訴人家 不要讓我們在家中,新政的開天甘,到現在還沒幾十年一樣,沒辦法拿到這條 這樣是不好的啦 所以說,你們所有的礦場的氣差表也是一樣 從一百零五年到今年一百零四年一月開始,到一百零五年的四月底 你們的七十個報告,你說七十幾項,有家有幾項、沒家有幾項 我示範說,這些儲料,你都傳來學完啦 我認為你們有政經在做還是沒有,還是你們是選擇性 你們對其他的,不要來跟你們打交道,不要來跟你們溝通 或是沒有勢力的,不是經過一間的災團 所以你們就對他特別加以失色刑塘 聽我說的失色刑塘,包括我們首議員說的,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希望做這些相關資料,在憲政總司審刑,含富便時啦 拜託,這以上是我的執行的項目,接下來請我們張學民議員 謝謝吳議員,副議長,局長,副議長,各位董事長,各位董事長 我們要提到柱國,副議長和蔡區建成的,本市在政府會區裡都有跟大家說過 我現在來問他說,我們水護院的科長 本市所說的事情,你會記得一項你比較會記得嗎 那你請在說一下 建大學,請教授 各位議員理事先生,有關詹議員的問題 詹議員在上次有提到的就是那個立喆工業區的污水處理廠在什麼時候會完工 那目前的話他已經完工在試車了 那現在公業區立喆工業區裡面的污水全部都已經納入污水處理廠 立喆污水處理廠,就已經沒有再送到榮德污水處理廠 市多久了 從今年的1月開始市 還要4、5多久 大概現在在申請許可當中 還要4、5多久,你有時間先回嗎 7、10、2、5年 大概在6月30號 我想作為一個課長,答覆的時候我不想要你可能大概 你應該給我的事,依照規定他6月底之前一定要截止 是不是通過,那就另當別論 要給我這種答覆啦 表示負責任嘛 你不可以有可能大概啊 對不對 你看看 你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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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月到現在應該是 我跟你說,立喆工業區運做多久啊 立喆工業區 好像是八十幾年的樣子 好像是八十幾年的樣子 八十幾 八十幾年 八十九年 好了 已經十幾年 你們忍得下來 讓他隨便弄到隆德工業區這邊來排 如果說村的這些人像這樣 你不會嗎 你實在說起來很恐怖啦 我剛才跟你們說這些 剛才說到我們 雅干的客家人員的 看多久啊 看多久啊 最久在裡面 最久在裡面 做最久應該吃幾十年 剛才我母親就請你們拿出東西出來 最久吃幾十年 經驗不可以同樣運 就像這樣運 用那個官司的 學會說什麼 我看媽媽啦 你把它想看看 你們常常也這樣 我那天才特別的你講去 講到你們好意 說要將這個 要給他拿著做一個好的水污 空污 那些東西都不給他做 許可要做一次工身穿 剛才有議員這樣說 你先不要給他 延長 延長 延長一年過五天啊 議員跟鄉長 延九價位又是五天啊 代表傳統延四價位又是五天啊 做一次五合一 沒有話講 以後就是這樣子 你們怎麼不知道 要花錢多少 你們所有的你們都這樣 教授的確你也在那裁定 我就講 什麼就色差 人不對你不要跟他說 不好意思啦 我的色差是你的頭 給你我的頭腳上面 會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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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們像 我跟你說 什麼都一樣 一個地方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一個地方 它是愈發的行政 我也愈發感動 但是 在講話當中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 稍等我再靠你 應該有的 要尊重的部分都一定要 沒有勞 沒有毛利 要叫人怎麼處理 對不對 要叫人怎麼處理 你們要清楚 沒有意味說 欸 嘴 會複雜 就出來 這間 我也前早就想要把你們 壓到那個人 以前要把他創造 你不要把我們割到一大天的時間 要真的要再說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什麼都要來 再說 那麥麥 讓我們過 對不對 那是大家 在負雄 要做負雄的創造 無關台 你是一個 或者 為外的 一批雄也好 臨死人員也好 你 抑課也好 政策人員也好 甚至可頂必死 副局長就局長 都一樣 你們都有欺負雄 但是在講話當中 那個 欺負雄 要夠了 怎麼可以 沒有欺負雄 欺負雄 欺負雄 對不對 沒有必要嘛 好不好 好 好啦你們兩個請坐 特別要注意 不要再負雄 實在要好好做負雄 負雄 負雄 都亂去 好不好 這樣來 拜託啦 我帶下去 請張綿華議員 主席 局長 各位科長 請問一下 局長請問一下 我們那個資源回收 最近 在看我們很多鄉頂公訴 我們這個本層次庇 跟我們熱搜廠 有被記輸 就說裡面有創一些 需要資源回收的部分 不要緊張 這個部分 我看我們的資源回收 日時間 我們一個禮拜 差不多五、五天的時間 裡面有三天是一樣 兩天是一樣的 那兩天 那兩天的部分應該是 有比較少的 只有三類 紙類 衣服跟品牌 其他那一天就比較多一點 這件事我都改變 因為 我所了解 我們去問 我們那些 尤其是 一些情境人員 有些人 他就是 資源回收品的時候 不要怕他收 廢紙 或中 官 什麼的 結果他拿到另外一天 他 資源回收車 不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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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一下 他不可能會回到 因為 我們現在在外面都要掛到出來 尤其在樓下 有些在樓下走進去 他不可能會回到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再改變 一個 整個 統一五天都一樣 都收 不 這樣 遭到 來 來簡化 他不收幾季 把這個 不給我們 一般都收 裡面 而且 我們民眾也比較方便 這我覺得 改變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張議員提醒的這個事情 我們 真的沒有想到 就是說 我們最近對於資源 分類回收這個部分 有比較嚴格的要求 不管是家戶排出 還是垃圾車跟清潔隊 他們在收垃圾的時候 比較嚴格的 這個確實一點的檢查 那最近這個部分 的確有在做緊縮 從家戶端 它排出來 因為不同的 就是 週間不同的天數裡頭 有回收分類的 收的對象 不太一樣這個部分 是不是要因為這個原因 來做相關的協調 做改變這個部分 我們來請 要求各鄉鎮的清潔隊 一起來延商看看 有沒有可能 需要再做更 彈性的放鬆 是不是 那個收的這個分類 可以做一些 我們來調整看看 回收 每天都給他收 都給他收 我們來珍許 各隊長的意見 他已經有這種 要回收這種觀念了 他這裡拿出來 全機都要收回來 好不好 不然你幫忙 收到 也違法 你也沒有 接收 公所清潔隊的車子 我說這樣也不是 我們來 召集隊長會議 我們來演唱 這才麻煩 另外是說 剛才我們有提到 那個 吳議員提到 我們對那個 我們環保志工 還有河川的那個 那個志工 新手志工 都兩千 我已經兩千四百十九的人 講補助 都變二十四萬而已 這算是全部的嗎 還是他的 比如他的需求的區距 另外 沒有編 還是說 同志這堆 如果真的一人一百塊而已 是不是這樣 是這樣 是這樣而已喔 這樣你 要叫人 這環保志工 隊長要怎麼帶人 我覺得我們已經沒有 變一些這些 平常性的 那說 金場門的補助 的一些 就費用了 你說給人家 請一百塊而已 說 是不是這個 事故還可以 檢討一下 不可以說 這個 這個工作 我們說實在 很公益 如果說 在這個經費方面 沒有完全寬意 還是說 關懷的保安 如果沒有很多 後面的人 人家在救 人家很難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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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保安 局長這邊 再寬意一下 再看你們 思考 在經費容許 外面再管理一下 另外打核的部分 我們這個 合約 我們跟他操作 合約的部分 希望說 在宣總總事前 你不能再給我一份 因為 我們最近 你看到 我們這個 地地消這個保安 我們還要 他的汙營 還要處理 還要蓋一個 封閉式倉儲 來處理這些東西 這都是購物免的費用 我們想說 到底在這個合約上面 是沒有什麼狀況 我們想說 要清楚一下 這肯定有辦法嗎 這才麻煩你 主席麻煩這才記錄一下 要達人 操作合約的 合約書的 好 另外 在這個 我們的 收費的 我們一般 我們公所 進到我們 胡瓜爐的收費 跟 一般外部的 一些收費 這個 會區域的收費 我看 差不多有 我請給我們 現在公所的收費 有百塊 那些費用百塊 我們幫他 我們 管政府給公所補助的補助 兩千零一十五塊 這部分 公所繳給我們的錢 是不足的 那個 大概一半一半 所以有一半 必須由我們縣政府 公坊裡頭去補助 公所一般 我們是去收2千塊 十五塊還是 超一千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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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從水費裡面收出來 收到而已 沒有特別 再把公所收 那你會 你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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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務 產生的一般 不在這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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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們只會 只會 出水公司的而已 對 所以我們一年 差不多要補貼 七千多萬 就是 管管要補貼 七千多萬 才有 處理 請你們 收起來 會 跟一般家務的 這是不一樣的 這不怪說 我們的費用一定不夠 這也要再檢討看看 還有時間 我請來陳敬議員 議員 我們台會主席 我們台會主席 局長 我們各位主管 各位議員 同仁 大家的早安 我們的連絡人 局長 我是要請教你 這個 現在對服務員 老調重壇 服務員的這個空汙 我們環保橋 到底有實際去把關 去它監測嗎 局長有嗎 有 有 局長有 我請教你 如果好事的時候 那 我們在雷霆走出來 外面 碰碰碰 黑麵馬 那到底有 有 有 那沒辦法 做一個改善 因為出來的美金拍片 我知道 那就是 今天跟陳議員 跟我們報告 就是說像這種樓 他在 法規上面 要怎麼檢測 這個事情 我們法規要求檢測的 那個時間 就是去採樣的那個時間 比較長 但是對 那個 大體的焚化 它都是短時間 那個燒碗就結束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 要去採足夠的 就是法規要求 就是 標準檢測方式 要去採足夠的量 這個部分 那個不太容易 找到它 我們看到 那個大量冒煙的時間 不夠長 所以我們收進來的 這個 那個樣本量 不夠 或者是說 樣本量 那個 要讓它 要查出它超標的情形 不太容易 不過我們過去 對這個部分 有特別的檢測 這個的確是需要 要改善 其實我們有一直 跟這個 殯葬所跟民政處 提醒 所以事實上 應該要 左手來改善 這個焚化設備 或者是 末端的這個 空氣汙染的防治設備 我覺得 這個 這個 包括 壽原 浮原都一樣 現在的 這個 焚化的情形 這個 空汙的這個 處理設備 其實都不足 好 局長你坐 局長 他 簽對這個 他的言人說的部分 這樣不可以 要求民政處這邊 我們民政管理所那邊 把這個言人說 把它蓋 蓋在這個水底下 這樣沒辦法 不要露天出來 人家有的 有的 你像那個 燒烤的 還是說什麼 燒烤的 那種 他放在水 水膠的那些 那些都違法的 沒有 我想說 因為我們旁邊 我們已經有這個鼻子了 是不是那個 那個言人說 看怎麼下去 改善鼻子 讓你水底下去 但以我們說的這個部分 實際上就是 增加 管末端的 這個 空氣汙染防治設備 對 那至於這個空氣汙染防治設備 用什麼方式來 那個 達成這個 汙染量的削減 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是有 這有不同的專業 應該可以要求他 那個 提出改善 這個其實我們對 不管是服務員 受援 我們都覺得說應該要 要做這個部分的投資 這樣 沒有 這部分 我們請 教長你坐 主席請 列入 這個肥義記錄 是不是我們 添對 這個 原人說 排出來的這個肥煙 這個部分 我們環保局有什麼改善的方法 是不是 可以讓 文學一份 書面資料 請主席列入 好 那是紀錄 再來就是這個 滴塞水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 也很少人過病 局長我相信 你已經 應該有所本好 有什麼辦法 要來改善 因為我感覺 這個滴塞水這個問題 裡面的基準 一定有這個害群之馬 人家的 可以讓 叫你說 緊急去了解之後 這些人在 很多都是尊教 我們的這個 SOP的流程在走 這個 害群之馬在帶 我也希望說 我們環保局真的要 拿出魄力 來 把這個 亂排 這個 火水的這個 快要抓出來 我覺得我們這個 因為地方已經 歡迎這麼久了 我們在上面的飛機 也有大言說 這個半年 半年的時間應該是要到了 我看 目前為止 也還沒有什麼進電 是不是請我們環保局這邊 可以 趕快找出這個辦法 來改善這個 滴塞水的問題 再來 就是說 我們這個 鄉定市公所 雜基這個 垃圾野埋藏 我覺得這是歷史工業 我也希望說 我們環保局這邊 可以 有一個 可以鐵地來 改割這個 垃圾野埋藏的問題 不要把這個問題 留在地方 這個垃圾野埋藏 其實 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五分化爐來說 這個本所就是 要想辦法 看是不是 逐年編列一些異症 來把它清運 在垃圾野埋藏 把這個 原本的這個垃圾野埋藏 把它清空 好不好 所以局長 你是不是可以 想法有什麼辦法 好 建長 謝謝陳議員 因為 垃圾野埋藏 也埋藏 中一個飛機 我們有特別去做了解 我們也 對 他們有一點 忽度 因為 其實 完成面料 上面還有 因為轉運的原因 它上面有一些 那個 沒有完全轉運乾淨的 事實上如果它在這個階段 它要把原來 那個 垃圾野埋藏裡頭的垃圾 增量的把它移除出來 到我們的環保局的焚化爐 其實我們都會接受 也就是說 其實這段期間 如果原山公所 他要把它現在的這個野埋藏 那個 比較積極的把這個垃圾 取出來 轉運到這個 焚化爐部分 其實我們都會樂於接受 那個協助他們 但是 公所要去調配 調配相當的 這個 那個 我們的人員要去加班 要去增量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會跟 原山公所來協調 希望說 這個問題能夠盡早把它 完滿結束這樣 好 教長 拜託你 看有什麼辦法 盡量跟公所會朋友 來協調看 來配合 再來就是 一項 我們現在在 宜蘭館 在塞的 這個 有機農業 其實 在這個 生產的過程裡面 有些農民 在使用的農業 又是傳統的 一些 這個方式 像這個 這個 門這個 稻草 跟這個 草坑的部分 其實 我覺得這個 如果沒有影響到 其他人的 健康之下 我們環保教 是不是 可以 農友 來 使用 悶稻草 跟 悶草坑的 這個方式 因為他們 要這個 恢復來改良 這個土壤 可以 讓他們 種出來的菜 可以更好 我覺得說 因為 我們環保教 對 這種 說 都說是說 人檢基的 去到現場 要做什麼 我覺得 如果可以 環保教 是不是可以 來 輔導農民 讓他們 用這個方式 究竟你們能不能 好 陳大夫 謝謝 是這個 農業的廢棄物 經過焚燒之後 它產生的灰糞 是很多農民 他想要的東西 但是 因為他們在 焚燒的過程裡頭的 這個 做法跟 防治設備 其實都不太 不太 就是 簡單講就是 它沒有建制 所以都會變成 如果它有燜燒 煙就會跑出來 那這個部分 在法規的認定上面 它就是沒有 沒有做防治設備 所以就叫做 露天燃燒 對 那 其實我覺得 農業處 我們來跟農業處 談一談 就是說 像這種 不管是 或是 有可能 它需要做碳化之後 能夠作為 肥份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一種 比較積極一點的 這個處理方式 而不是露天焚燒的 那另外一個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 我們現在正在 這個 想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 那個稻草 或者是 那個稻殼 它回收之後 能夠把它先壓縮 變成燃料棒 就是說可以燒的像 像土壇 火壇這樣 然後 它可以經過 鍋爐的燃燒 會產生這個 灰糞 所以 100斤的草 其實燒下來 差不多有 18斤至20斤的 這個 灰糞 這個灰糞 其實是 很多 耕作的人 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那這個部分 我們簡單講 到目前為止 這種 資源循環 再利用的 這個整個鏈 其實還沒有完成 建立起來 那中間其實就 如陳議員所講的 它在 這個碳化的這個過程 會產生 這個 空污或 露燃的這個疑慮 那這個部分其實 我想 環保局也在 也在想 這個 中間的處理方式 我們也希望說 農業處呢 能夠一起來 特別是 現在傳統 直接化為灰的 這個 這個方式呢 能夠有所改善 那個這個部分 的確是要想一想 看有什麼機制 感謝喔 教長 希望說 我們可以 來輔導農民 教長 你環保局這邊 在允許的情況之下 如果可以到三天 跟農業處的邊 來協調 有一個默契 讓農民 有一個遵從的方向 不要說這樣 他如果燒這個 燜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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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我們環保局去 開水就開始要發了 做成這個農民 因為說 過期他們都 這種生產的過程 都用這種方式 你現在 你用這個法 就要發 我覺得我比較不合理 以上 就拜託環保局 我們在水跟空氣方面 我們這個水跟空汙 我們環保局也非常用心 對我們宜蘭關的把關 其實都不予有利 其實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也請環保局能夠繼續加強來把關 好 醫生 好 謝謝 那以上我們再邀請成效人員 十七輪 主席 還有 環保局的局長 還有各位主管 各位議員同仁 大家 午安 成效局長 剛才邱嘉欣也談到那個 和平電廠燒燒燜的問題 他講了很多 我相信 你也了解 剛才你講說 這個處理的方式是 以行政跟行政來協調處理 我希望 你把 在這個會期以前 你怎麼跟花蓮縣政府協調的情形成果 發行給 列如吉洛主席 好 發行給每一位議員 好不好 好 第二點 我是針對你這個工作報告 剛才楊正成議員也談到 這個環保教育 環保教育是真的很重要 你這個環保教育裡面 環保教育是提升專業人才 提升環境教育服務品質 我想請教局長 這個環保教育 因為大部分可能都是針對公教人員 公務人員 然後每一個人 他的這個環保 環保教育的知識 學習課程要幾個小時 好 請答覆 這種認證呢 是有不同的那個 有不同的管道 有一種是有136個學 學習時數 那這種是他之前在 不管是大學 或者其他的學歷裡頭 沒有相關的學分 那就用這種全時數的學習 那另外一種是 他 他念的是相關科系 那他就可以用學分的方式 來做認證 那有一種就是不足的部分 在用補 一部分的學分的方式來認證 那如果 所以我想陳議員要問的就是 如果他完全沒有這個背景 他需要修的時數大概就一百多個小時 好 請坐 我在你這個環保教育裡面第六條 推動環境教育中生學習 規定本縣所屬機關員工及學校師生 或是本轄期所有的公益事業單位 每年至少要八小時的環境教育學習課程 我坦白跟你講 其實這個公益教育去受限很少 都是好像去抓公差 今天有環保教育的課程 他就臨時抓業務人員 業聘人員去參加 他就是把這個成果也報到他的身上 我記得我們南澳鄉有一個所長 他自己當所長 他竟然他可以在這個辦公室裡面抽煙 大大方方的抽煙 像這種繳檳檔抽煙 這種在公共炒抽煙 像某一個公家機關 這個誰來取查 請問局長 這個是 這個厭害防治法 那要由衛生局來做取查 不過我不曉得能不能是用這個捲舉的方式 還是要 我不是很清楚 這個法規不懂 好 因為他當時 請坐 他在抽煙 有的 阿姨就是他的主管 主管不敢捲舉 像這種情形 沒有其他的方式來去檢舉了嗎 只有衛生局 衛生局他也賓場募集要怎麼辦 都沒有了 好 你這個部分 我相信你也沒有辦法了 這個環保交易 我剛才講到 他們都是臨時抓公差 我希望 憲政局辦的環保教育 一定要請主管 或是副主管去參加 這樣他才回去 他才會落實 都是找那個約聘 約故人也去參加 根本都好像都沒有達到那個效果 我希望這個部分 要請局長 如果你舉辦環保間 豪市包括學校部分 一定要主管 或是副主管 他們也要去 一定要參加 最少 你規定 八小時 是不是八小時 不管他以前有沒有受過 受限 你最起碼在現任務裡面辦的八小時 這個可以做到嗎 我們來開相關的課程的時候 我們盡量要求他們主管 應該要確實的達到八小時的時速 我們也會特別替他們來開某些課程 讓他們來上 一定要求 一定要求 不然的話 主管在那邊抽菸 其他的不能抽菸 請坐 校人員這個把它列入紀錄 要求他們確實執行 好 我現在談到 按照你的這個布置裡面 公害防治 第一個 談到這個 南澳西的部分 南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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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西北西 包括東澳的這個南北西 最近因為工程單位 在那邊施工 影響了西流的這個品質 到底你們 荒包子有沒有去監測 現在蘇花改在這邊施工的那個部分 對河川還有空氣揚程的部分 其實是有一些 就是惡化的影響 那其實我們是不定期的在對 不管是蘇花改工程處 還是各個不同標的這個包商 我們其實不多人在做稽查 好 請坐 我有一點建議 我看到每一個工程單位 它那個地方堆了很多 它就是不要的東西 就是好像垃圾 好像那個 他們所有的器材 都不要的 都堆在那邊 那所以 是不是 你們環保體 是不是也可以去監測 對這個環境污染 應該有損害 有沒有去做 包括陳議員 那個蘇花改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環瓶 那因為它有環瓶 所以它應該要做的這個 那個環境清理或者是垃圾排出 這個部分的紀錄什麼 其實它都要做 第二個是 其實我們會要求它做這些 那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要按照一定的這個規定 把這個它產生的事業垃圾把它處理完 好 我跟你講 那個垃圾已經堆了好久 請坐 好 堆了好久 有一個存在的問題 那個垃圾快要完工了 我希望環保局能夠有空 把那個垃圾拍照 我不希望他們離開以後 埋在原地 你知道嗎 埋在原地會影響水質 我希望這個環保局去拍照 其實我已經講了好幾次了 你們都沒有做耶 好像那個都堆在那邊 剛才邱嘉靖也講 一也也講 這個都講說你們都是以自己的心態去判斷 我說這個要不得了 我希望每一個工地 包括蘇阿改的工地 還有那個什麼 蘇郡的工地 都要去處理 好 再來一點就是 這個煙霧房子 剛才也有談到 幸福水泥這個排放的飛機 以前也談過 有沒有去監測過 那個 這個是屬於那個誰 林金龍 不是林金龍一員喔 林金龍課長喔 有沒有監測過 有 有 最近還有針對煙囪的部分 它異味物染物有超過 沒有處分 聽說他們去燒 都是燒人家那個什麼 衛生單位的那個 肺 那個 就是 蒸桶啊 那些都是拿去燃燒 有沒有這回事啊 醫療廢棄物 醫療廢棄物 向預言說明 幸福水泥它本身是 以及廢棄物處理廠 是不能收醫療事業廢棄物嗎 不只是幸福水泥 要收到好幾個水泥廠 醫法線內的這些廠 是都不能收醫療事業廢棄物嗎 再來 希望 曾經 曾經 在去年 有人照相 那個排放的廢棄 那個煙 煙很濃 但是你們都好像都 FV都沒有在看 你們FV都很少看 你們真的是很標準 都很少划手機 請坐 其實那一次拍照 拍那個幸福水泥 那個煙 依然排得特別的濃 你們都沒有什麼作為 再來一個 就是道路環境的整潔 我們蘇華公路 沙子車特別多嘛 對不對 沙子車特別多 但是好像都 那個煙囪 包括這個施工單位 就是蘇華改施工單位 那個煙霧瀰漫 你們都沒有去執行 剛才講說不定期不定時 我認為都是好像很少去處理 我希望 我列入紀錄 主席 希望在這兩年 你們所去監測的 所去登記的 所違法的 這兩年 希望在現場執行以前 交給本席 可以不可以 不管是水污染 和空氣污染 什麼污染 希望都把那個資料 都在現場總結 有交給本席 再來 我想請教局長 每一個鄉鎮的垃圾車 它的保固幾年 垃圾車 它消耗得很厲害 但是我們對垃圾車 汰換的這個標準 是12年或者是超過25萬公里的時候 就要汰換 所以我們縣內 現在大概 今年度了 大概有 很大部分的垃圾車 已經都到達 使用的年限 必須要報廢 好 南澳鄉 它跑的路程 特別遠近座 有的跑到東澳 有的跑到澳花 它使用的 磨損的機會比較多 像這種垃圾車 有一次它好像停了一個禮拜 垃圾車沒有辦法到 像這種垃圾車 我希望 對偏隱地區 能不能縮短它的期限 讓它 除了保固期間以外 讓它能夠正常的使用 不要說為了 故障了 整個垃圾都沒有辦法收了 是不是可以改變 不要規定說 一定要在12年 建大夫 是 其實事實上對車輛的 這個 使用跟保養的狀況 我們會 試這個現場的情形 來 個別的車輛的情形 來做判斷 也沒有一定是 那個12年 或者是多少公里 對啊 那但是就是 南澳 事實上它因為 南澳大同 他們的範圍都很廣 比較廣 他的經費也比較 就是要編配合款的經費 也比較低 也就是說他 那個 那個縣政府負擔 跟中央負擔的部分 跟這個鄉 顏民鄉的經費多得很 顏民鄉的經費是多得很 但是虎惠不和諧 對 虎惠不和諧 你要給那個經費沒有辦法 是不是 防保局能夠想辦法 已經舊的 已經送修的 是不是重新可以 我們來個案 個案來看那個車輛的狀況 因為 南澳最近的這個 垃圾收運比較不正常的情形 可能有一部分是來自於 他清潔隊的經費預算 被刪減的原因 可能他出勤 或是人力的調派上面 可能比較不足 所以 不完全是車輛 沒辦法運作的情形 可能也是人力不足 我知道 那個是其次 我是 因為 有一次我問說 今天怎麼不收垃圾 他說垃圾是壞掉了 要一個禮拜 所以那個垃圾沒有地方丟啊 沒有經費可以保養啊 問題是沒有 沒有錢 沒有所謂的問題啊 對 我 我剛才講嘛 像這個部分 想辦法去處理一下 剛才主席也講 虎輝不和諧 看看你有什麼辦法把它促成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個 主席說吃飯時間大了 時間送給你了 好 好 我們現在 感謝 陳孝仁議員的質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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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長啊 這個 剛才有提出來 就是那個 世家 那 我們 水泥槍啊 這個 排放黑煙 造成嚴重污染的部分 你們為具體的確實去執行 所以 產生我們宜蘭縣啊 啊 很多鄉定 癌症的 這個 患者 越來越多 而且成為全國第一名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信號 啊 你是一個大有為的一個環保局長 怎麼可以放任啊 宜蘭縣的環保線啊 變成一個污染線 我想說 這個是已經 打擊到你們林聰賢的那個威信 背道而死啊 我想說這個是很嚴重 今天我們的所有議員 部分黨派 包括民進黨 包括國民黨 包括黨外的 所有提出來的 對你們環保局 取緝蠻大的 所以說我希望說你 第一點就是說 所有的水泥槍 嚴重的 第二點就是 陳孝仁議員談到的 南澳西 南北兩溪 包括東澳西 他們那些工程人員 尤其我們蘇花蓋 造成的嚴重污染 啊 包括 掛地 那個飛塵 土塵飛揚 造成那個嚴重的污染 這也要確實去加強 啊 另外就是說 剛才所提到 共同的問題 茶季人員 態度不佳 反應不佳 而且啊 他們的專業 我們是可以信任 但是這個 服務的態度啊 這個品質啊 非常不好 應該如何來加強訓練 啊 這樣才不會去影響 我們環保值啊 真正真正 做事的一個決心 那最後一樣 就是那個 這個 U-Bike 塑膠系統啊 感谢观看